A.V.E.C. 孤佳南竟然得了婚前恐懼症 孤佳南 孤佳南 要是感激的雙雙 孤佳南開始 完全沒有這六獎 高手在民間 老人殺平民專業婦小賴 不當於命玩出勝率第一 歡迎一位特別來賓 溫宜菲 哈囉 各位觀眾你們好 我是溫宜菲 當我A.S.C. 校園特別企劃 Masha Kenny 競拔女同學弄酷啦 歡迎收看 2019年4月10號 星期三的娛樂百分百 我是宇晨 哈囉 怎麼今天這麼文靜 耶 我自己想 我的聲音又更早瞎了 怎麼會這樣 昨天已經夠 為什麼 因為今天早上也有在拍戲啊 感冒是不是 沒有啦 今天是比較吼的一些戲 所以比較少 你要先發聲練習 再去演那些戲啊 有啊 有啊 我早上我都會 嗯嗯嗯 這樣啊 還是少瞎 還是少瞎 是什麼戲張力那麼大 好吼成這樣 今天有被嚇的 就是要演被嚇的 說完笑 啊啊啊這個 就一直要叫啊 不是女朋友懷孕喔 不是 女朋友懷孕是這麼 女朋友懷孕 怎麼樣 是什麼情緒 沈德 你有第二次嗎 開玩笑的啊 我沒有什麼經驗 你手上拿什麼 電視音棒啊 電視不都這樣演嗎 對 電視都這樣演 對 電視都這樣演 不要覺得我有經驗好不好 我完全沒有經驗 小屁啊 你在那邊一直要解釋就更好笑啊 幹嘛解釋 他們又沒有說什麼 我自己會想到這邊去啊 我第一次看你臉紅 哪有 我哪有臉紅 他是不是有點臉紅 沒有啦 就比較熱意啊 是喔 對啊 耳朵蠻紅的 耳朵就好啊 所以沒有那種情況過啊 當然沒有啊 怎麼可能 我乖寶寶耶 欸 你的感情事件是 有提出來大家有討論過的嗎 沒有嗎 沒有啊 所以我們都不知道你交過幾個女朋友之類的 沒有啊 交過幾個 很難說 為什麼很難說 幹嘛玩笑的啦 為什麼很難說 認真說 為什麼每次問男生說 交過幾個女朋友 男生都會問說 認真的嗎 不懶的 為什麼你們都要分有沒有認真 為什麼不談應該就每一段都認真 是一個開玩笑的回答 你們屁你們都 唉唷 你們屁什麼 忘記是Live 你們明明就是很發自內心的 都問說 你們問認真的嗎 因為有時候不會再去記幾個啊 因為譬如說你現在在 不是 為什麼不會記幾個 我的意思是說 譬如說你現在 跟這個很認真的話 那突然有人問你說 那你交過幾個 就不會再會去想說 以前幾個幾個 是不是太多個 因為譬如說分手就會忘 就是盡量去忘掉啊 天啊 我不相信 你當然要忘掉啊 你不忘掉你怎麼開始 下一段 對啊 對啊 你如果跟人家在一起 然後整天你要問說 你交往幾個 六個五個 你也不對吧 記那麼清楚幹嘛 你真的記那麼清楚幹嘛 只是沒忘掉 那請問請問男生是怎麼判定 他那段感情是有沒有認真 就是他有沒有要算進來 就是我的歷任前女友力 應該是有沒有 怎麼樣有資格 可以把它加進來 很傷心很被難過過 蛤 就是譬如說你跟這個 有沒有很 怎麼講那個婚子 你會被女生傷害 你才會把他加進來前女友 不是被傷害 就譬如說要有很轟轟烈烈啊 怎樣算轟烈烈烈 就譬如說 你剛剛說對這個人 有沒有算認真還是什麼 對啊 就是你有沒有 你覺得這一任 算不算你女朋友 你會不會把它 就是 當然一定有交往就算啊 所以你是那種 會講出來說 我們在一起的那種 會啊 因為有些男生都不說的 不然有些男生 你遇到是什麼樣子 蛤 蛤 不是 真的 有些男生 他們是覺得不需要說耶 其實 其實那個是一個默契啊 就是如果真的 誰會知道到底有沒有在一起啊 就是如果就是譬如說 你讓他牽了的時候 他牽了你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 你只好想要看 我想到講那種笑 對啊 就自然而然就會那個啊 就是說 那我們現在應該 一起了吧 就是已經算是 一起了吧 對啊 這已經算是 我覺得還是需要講出來 你喜歡講的那種 對 這樣才有肯定確定啊 不然怎麼知道 對啦 也是算一個 就是負責任的表現 沒錯 成熟的男生應該要主動說 好吧 那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去外面跟你講 講什麼 在一起啊 等一下要吃什麼 欸 想一下 想一下 想一下喔 可以幫我們想一下 我們等一下要吃什麼嗎 對 我們每次到晚餐時間 都好困惑喔 不知道吃什麼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進行新聞 新聞多連發有 邱澤 車勝元 還有Selina 張宣睿 有沒有可能 問一下唐其良老師 我覺得他們很甜蜜耶 很甜蜜耶 是一筆劍 接受下燈的 你應該到對這些 甚麼我們就吃了 怎麼樣 我要開門 看著 呢 好 請問一下 可以幹嗎 我可以停一下 行嗎 我來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收買大叔韓信 車上員 這次為了品牌珠寶剪菜 再度來到台北 一身拆氣吸中優雅現身的他 一下飛機就迫不及待 想要好好品嘗道地的美食呢 而車上員和劉海珍的 綜藝節目西班牙技術 菜一開播就獲得超高好評 目前除了新電影的拍攝 車上員更透露 西班牙技術的拍攝計畫 我們把電影放在9月 我剛才拍攝了 我現在拍攝了10月 我拍攝了新電影 因為我拍攝了 我是拍攝了 我拍攝了10月 我在等待年拍攝 可能也會拍攝 明年10月 內地拍攝 沒有問題 其實在中間 其實我們在史上 現在也有台語中比較不理 可能在以前的 有關系列 可能還是不太適合 這些事情 你不要考前面 然後我們落後 我跟你們講 你們不用擔心為什麼呢 為什麼 因為我的主打歌是什麼 什麼 我可以 知名運動品牌 舉辦路跑活動 吸引超多組藝人一同加入 其中POPPYLADY 更是難得合體 所以今天真的超級久沒了 然後我們一看到對方 就超級興奮 然後整個房都是我們的聲音 真的好吵喔 自己是藝人還是 安靜安靜保留 自己因為等一下路跑不公平 而藝人將分組擔任領跑員 每一隊在一開始前 還得培養默契 像是蔡明佑 袁永玲 痘痘和夏語心 這組就連拍照動作也很要求 跟美女一起要拍照 我們當然 當然要有一些 大家配合在一起的默契 腿要拉筒 有她剛剛說腿要拉筒 我說屁股要翹 對 妳有做出來嗎 做一些延伸 OK Celina與唐企亞合作開兩性節目 完全把現場當成姐妹聊天室 我們剛剛的第一集姐弟戀 我們兩個自己都被療癒了 我已經被療癒了 本來兩個 其實不敢談戀愛 現在都覺得可以 可以試試看 妳帶我恰吉一瞬 Celina妳能等到2022嗎 2022 今年是 2019 3年 可以嗎 有 這等不及是不是 可以可以可以 因為今年也是可以 戳下一半的眼睛就可以 這樣Celina和張宣慧的感情狀況 問問國師就知道有沒有 我個人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Celina還沒有準備好 雖然我覺得他們很配 非常的配 而且張宣慧是非常好的男生 真的 我知道 妳知道嗎 張宣慧是什麼新作 秀秀座 對 因為我們的天敵 所以我有點擔心 沒事啦 愛情的事情先別急 粉絲敲碗的SHE合體 不知道能否在節目中看到 或是移駕到唐老師的直播節目 她們很吵喔 而且可以 我就把直播讓給你們 沒有問題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 終於 我是應付的嗎 她們三元來 哎呀 怎麼會應付不來 老師有見過Hibi 那有見過Ella嗎 那有見過啦 她上面大三圓那邊有 喔 對 所以老師各自都已經感受過我們 是的 但她有可能算不出來的是 她不知道我們三個 在一起會多有威力 會很可怕 應該就是核彈爆炸了 威力 對 姐妹都知道我開節目了 而且今天都有 就是送花 送酒 對 就是給我很大的祝福 她們依舊是我最大的製助 跟後退 媽的海王組採訪報導 喔 本週我是顧佳南搶先看 顧佳南竟然得了婚前恐懼症 什麼 來看一下 徐克 你們有看嗎 大安區的房子 必須在一個月之內買到 如果做不到就離開雙雙 媽 來 董事啊 你要再說英雄要邊兩個禮拜 好 好 本週的我是顧佳南 當顧佳南遇上未來張母娘 真的一點都沒轍 甚至還有婚前恐懼症嗎 顧佳南 我警告 你要是敢欺負雙雙 我就開卡車把你撵成肉醬 顧佳南 你敢說你完成任務 滿了新屋嗎 方式是雙雙的 顧佳南 你又爛炸故意接近我 要跟我做朋友 你才是偽君子 姐夫 多段眼前啊 未來的國際大導演 需要你的資助喔 雖然顧佳南在劇中做了噩夢 不過在這一幕的拍攝現場 顧佳南可是超開心 因為躺著就能拍 哇 從拍不到新來這場最開心 好棒喔 你在睡覺是不是 對啊 確實是熟悟 沒有 不要演這種戲 不要演這種戲 我們是家人 我是顧佳南 就在每週日晚上八點 八大戲劇台十點 在八大綜合台唷 導演 傑敏 傑敏 這個安心啊 他一個頭出來OK吧 可以嗎 可以嗎 我是顧佳南 真的超級好看 一定要準時鎖定是吧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就看就對了 八大裁判部 轉零報導 來看看喔 播出時間 每週日晚上十點 八大綜合台 一定要看喔 對 八大戲劇台是 每週日的晚上八點 一定要繼續支持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的 喜歡的是 狼人殺 高丸攻略 今天我們訪問的是小賴 小賴我真的覺得 她很會玩 她平民很強 她平民很強 她當狼的時候 也都看不太出來 因為她 大部分都是拿好人牌 所以她 偶爾拿到狼的時候 你也不會懷疑 因為你就會覺得說 她好像還是蠻 站在好人的陣營 想要幫我們分析 她收斂了 她的那個 抱琴筋的功能 因為之前 她拿到狼 她這邊那個 琴筋就變超粗 然後我們就直接說 你是狼 就說哪有哪有 就越來越沖血 然後後來她就覺得 真的假的 我拿狼真的 會抱琴筋 會啊 她就緊張 就這邊就沖血 很厲害 我們訪問她看一下 看一下 所以大家絕對可以不用投我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永遠都指導 平民的小賴 哈囉 本週的高玩攻略 要來看看最強平民小賴 有哪些秘密武器 為自己殺出一條平民之路 我在大學 因為我是念戲劇系 然後我們班其實就還滿喜歡 玩那個狼人殺 然後後來是上了余百之後 她說哇 怎麼這麼好玩 然後我們從錄影之後 我們私下就非常常 就約出去玩狼人殺 就是過年那陣子 然後我跟豆豆從初一晚到初六 每一天都從晚上十點 然後一直玩到隔天早上八點 然後剛剛二號同學 夢夢在指導妳的時候 說妳可能是狼人的時候 大亮的狼線 大口血管的狼人很遠 好細胞… 妳在轟 我在轟 第一次我不管講什麼 大家都猜說 小賴抱青筋… 然後什麼眼皮很腫什麼的 因為我覺得可能是緊張 所以很容易清金會爆出來 但現在好像玩熟了之後 也沒有清金了 然後我現在說謊 雖然玩得越來越上手 但小賴似乎也漸漸成為 狼們第一個下手的目標 小賴喔 小賴就是 她是 容易死 好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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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七號啊 就這裡跟班 做完5號被殺死了 誰得去之一號台區 就是我一直被殺 為什麼你們要一直殺我呢 很生氣 然後還有一次就是兩局 我都第一個被殺 我就是覺得 什麼意思 平民還要被你們殺兩隻 我是很不開心 但我覺得為什麼她會這麼早死 其實我後來有找到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小賴她每一場 都會讓人家覺得她好像是升職 就是她就算是平民 她也會講得好像她有升職 所以狼人就會很容易 把她當成目標 我從… 大概中後期吧 大家可以看 就是我從中後期 我只要當平民 我應該90%都是名 所以我都會 每一個人的言論 我都分析很多很多 1、2號有點過得有點太快 然後怎麼會沒有那麼沒資訊呢 然後3號 妳剛剛說女巫救了一個佼佼者 有一點恐怖 為什麼會恐怖 因為我覺得救了佼佼者 也許是好的啊 因為她是幫好人獲勝 所以有點恐怖 這句話我就覺得 妳可能是害怕這個佼佼者嗎 所以我就微采妳 微微的 他們都說 妳講那麼多 妳一定是預言家 妳講那麼多 妳一定有身分 他們都覺得我是神職 但是我用這個方式 去幫真正的神職去打刀 我覺得小賴其實也 真的挺厲害的 我覺得她也算是觀察系玩家吧 因為我覺得她對於 每一個人的發言 跟那個什麼狀態 她都跟我挺相似的 就是說我們判斷一個人的一個人狀態 她好像也是覺得 我覺得她是狼 她好像也覺得她是狼 所以我覺得她好像蠻會抓的 那一場我不知道什麼 就是好像 就點的那個狼坑全部都準 就是我第一碗我就說 三六九是狼 這樣子就是狼 那一碗就是我是平民 但是我們就點的滿準的 所以我覺得好像自己滿厲害的 基本上看穿槍應該不太會看錯 我覺得啦 就是依照我觀察 所以3號我應該還是嫌疑很大 然後因為妳咬8號 8號我剛剛對她有所小懷疑 但是因為剛剛看穿槍跳出來的時候 只有9號的臉 稍微緊張了一點點 不是很開心 9號的部分 所以9號我會觀察一下 我想聽妳怎麼解釋 然後因為她很會玩狼互咬 她剛剛說要投掉6 所以9號我這邊先保留 所以我現在狼坑是369 當平民 當初心得 至少小賴也靠著細心觀察 和有邏輯的分析 證明自己不是漁民 其實最近那個網友 下面不是有一個人 就是很用心排了每一個勝率嗎 那我覺得好死不死 我是第一名 但是因為很多人 對於這個第一名 就是很有疑慮 就是說小愛就躺分啦 一定他的隊友很強 你想我如果是瑋瑜那樣 我能躺嗎 我可能搞壞這整個平民圈 我如果是笨 我躺不了大家 就我的那個記憶點 可能沒有像其他玩家 就是比如說 跳躍人家跳身分那種 來的就是有記憶點 敢跳的要配保守的名 但那個名是要聰明的 就是會分析的 所以我覺得會聰明 會分析的保守平民 是有存在必要 那總不能說 我根本不知道 好難喔 你要看這種平民嗎 這個也很難吧 就是有意見 然後分析是合理的平民 也是很重要的 我就是許於這種 講得出話的平民 小賴 待會兒啊 我們兩個就先頭六號 先頭六號把它票走之後 我們狼人就贏啊 好不好 好 你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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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六號投出去吧 什麼 你不要說他是狼耶 對 要說 你怎麼會這樣 遊戲結束 不要啦 你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起來吧 媽媽 你怎麼會這樣 基本上我還沒有看過 他當狼耶 他好像在節目上 幾乎都是好人 所以那個時候我要跟他 我知道我那一集有他的時候 我就一直找說 想看小賴當狼人的樣子 找不到 你們記得我當狼 大家看看 其他人都是五六場 我幾場 我才兩場還是三場 我就是跟狼沒緣分 但我當狼的勝率 來 告訴大家多少 百分之百 行 我就是會當狼的 我很難玩的特別 然後有刺激的 就我沒辦法玩啊 很難摸 我每次都很想要當狼 都拿不到 平平向鏡頭抱怨的小賴 除了抗議不想當平民 其實還有這一點 她也是超級在乎 起初我是先被找來錄狼人殺 然後因為其實 我剛破言 我是先被找來錄狼人殺 然後後來那個 他們就問我說 你有什麼那個朋友可以推薦 好 因為我那時候一心 因為我就知道 他們有狼人那個MVP之戰 第一個 我推了凱希 來了 她得了MVP 我就心聲不悅 我說我推來的人 不是應該要爛我嗎 然後第二個 她說你應該要認嗎 我推薦了豆豆 豆豆 又有MVP 然後我就很生氣 我就說我推的人為什麼 我都沒辦法拿到MVP 用到私下跟那個 八三藥的阿店有玩 哇 心意中到爆 真的推薦阿店來玩 因為她就是會裝得 我不知道耶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 真的被她騙了 我以為她真的不會玩 然後她連三馬都是狼 殺光我們全部的人 阿店心機很重 有一個網友 他偷了我的照片 然後在那個手機的MVP 玩狼人殺 重點是 那個MVP我的粉絲們還說 誰跟你一模一樣 天啊 我怎麼忘 這個人你要冒冒冒險的時候 然後我就去看人家那個勝率 然後我就說 包大財財助 採醫房報導 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 朋友有黃明志囉 一 follow 一起送啦 歡迎今天的來賓 黃明志帶來的新歌 在我背後 你一直都在我的背後 每次被推到狼尖風頭 每次被操弄受盡的折磨 每次潮起潮落 你一直都在我的背後 從沒離開過 原諒我總會將你冷落 總沒辦法立先承諾 你在犯錯 不略了你的感受 一切都在背後 默默的守著我 從不奢望 我能給你什麼 安靜的陪我笑 陪我走 陪我走過 每個挫折失敗困難失落 一直都在背後 默默的守著我 你的溫柔 撫慰著沒到傷口 從來沒放棄過 放開我 放我寂寞 其實我是真的一無所有 只有你愛我 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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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剛剛那首在我背後 是寫給你女朋友的歌嗎 對 寫給我女朋友 難得有一首正經 就一般上都唱那些亂七八糟的歌 對啊 擊敗人啊 或是一些 對 就一堆那種亂七八糟 比較有趣的啦 對...他們就說要不要唱一首比較認真 那時候情人節的時候 就推出來這首歌 就在這張專輯裡面 對 所以不是你發自內心想要送給你女朋友的 當然是啊 當然也是 但是你這樣講快 回去會被罵 回去會被罵 那女朋友聽到有開心嗎 他其實還好 因為他不是很喜歡R&B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是喔 那他這種R&B就是假牛 他說那種轉音這樣轉來轉去假 他喜歡哪一種 他喜歡那種比較直白的 因為超直白的 就那種比較直白的 比較誠懇的 因為我知道你們在一起已經七年了對不對 八年多 這麼久 對 蠻久的 那現在在一起就像家人嗎 也還...不是家人啦 就是... 就像女朋友啊 對啊 怎麼會像家人 那他看你很多的MV裡面都有辣妹 他會生氣嗎 他都在場拍的時候所以還好 不會吃醋 不會吃醋 不會在場 他都在場 我都監視你在哪 對 他就在場 就是很厲害 這招是最絕的 就是讓你去 可是會在現場接近 就是看你怎麼樣 看你能怎樣 而且你這一次的新歌 有一首新歌是跟動力火車合作 是... 就是這個辣妹超辣的 就是跟動力火車一起合唱 就給... 就因為兩位師傅嘛 就給他們一點福利 就帶辣妹給他們看這樣 裡面有講表哥跟表弟的故事 是真的... 是真的那個表哥表弟 有血緣關係的那種 是有血緣關係還是感情上的 一般上就是男生就會很... 也會被劈腿嘛 對 一般上就女生會怪 男生就會愛劈腿 其實女生也有這樣的女生嘛 所以這首歌就是寫給 就是男生的心聲 就被劈腿的心聲 所以有些女生 就是到處就免花了 就很多感覺很多 很多人都有機會 就大家都把他當工具人這樣 就是那種感覺 就是這種女生 你有被當過工具人嗎 我還好 就旁邊朋友就滿多這樣的 遭遇的 滿可憐的 那你們身為朋友 一開始就點心他 沒用的 因為男生你都知道 我們勸他是沒用 他喜歡就是喜歡嘛 他寧願就是白癡就當他工具人 勸他也不會聽 你這樣好實在喔 就讓他受傷了回來以後就變強了 沒錯 以後就弄回女生 沒有...這樣不對勁 我們這個是Line 反正以後就會變強大了 對 就變堅強了好不好 接下來要唱另外一首歌了 經典的歌曲 就唱一些舊舞歌 舊舞歌獻給大家 要帶來的是 彪高音掌聲鼓勵 對 非常擔心 對 非常擔心 對 你說我饒舌不好聽 年來年去就像年紀 筆盤 筆盤我的歌詞 再過用力 總是讓人生氣 你最愛看電視節目裡 歌手拼了命中冠軍 唱到胡天牆地 到處清靜 而你才開心 所以我今天 穿著西裝BT 拿著麥克風 唱著手吻給你 現在我要飄高音 飄到大雷下雨 再來個轉音 只要你能開心 就算飄到頭缸我也願意 因為你我飄高音 就連香港愛情 都為我貪心 就連馬國小心 都對我say sorry 觀眾都在哭泣 不呼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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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聽了 好久沒有聽本人唱這首歌 真的 來 最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次的專輯 這張專輯呢叫 就是延續之前的精神 就是跟亞洲不同的歌手 不同國家 比如說之前有越南 日本 韓國 有泰國 就到處跟人家合作 一起來玩這樣子 然後這個延續那個精神就是 還是有各國不同的元素 當然這次也邀請了很多網話 還有一些主流的媒體 一些歌手 一起來合作 比如說動力火車 文慧如啊 還有如巧英 很豐富的一張專輯 對 香港的歌手 我們到處都有很多不同的 驚喜在裡面 太好啦 這次的歌手 歌有14首 就比之前多 就好像專輯那麼大一樣 就射更大碗 封面很酷耶 像一個特務的那個 對 就好像是那種 檔案 就是那種機密檔案 然後裡面還滿多 滿多小禮物送給大家 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 才知道裡面送什麼小禮物喔 真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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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休息一下等一下回來 我們的新單元呢 休息一下 來 感覺吧 郭高中吧 十三 十四吧 就沒有人欺負你 今天來到南牆工商要做調查 當然在調查之前呢 我們要歡迎一位特別來賓 文以菲 哈囉 各位觀眾你們好 我是文以菲 先問你好了 因為我們大家要問其他人 問題是 你覺得幾歲可以初戀嗎 我覺得幾歲可以初戀 對 以菲同學你覺得幾歲可以 我覺得是當你認清楚 愛情的價值觀的時候 這樣會不會很籠統 很沉重 太沉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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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情是突如其來的那種衝撞 不會等到你認識他之後 才去愛人吧 對 你這樣蠻有道理 對 那Kenny你覺得初戀可以走到最後嗎 好 初戀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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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難嗎 6點了 不好意思大家 不好意思 快點 你來宣傳了 認真 初戀 可以走到最後嗎 不能一起到最後 唉唷 唉唷 怎麼樣 你的歌是不是 KIMING TO LOVE AGAIN 不能一起到最後 我覺得很難 初戀 初戀真的是 他其實是一種經驗的揣摩 他其實是很難一起到最後的 好啦好啦 剛剛那首歌是Kenny他自己的歌 對 是不是有新發行歌曲 沒錯 那初戀單曲不能一起到最後 你去發行了 在各個平台都可以download到 對 那在YouTube平台也可以搜尋到 請打上Kenny威宜菲就可以搜尋了 還有IG也是Kenny威宜菲 沒錯 好 我們現在要進去訪問所有的學生啦 是 一樣的問題好不好 Let's go Let's go Kenny來問 Masha你來問 Kenny來問 Masha你來問 快一點來賓來問 好 請問你的初戀 好 你覺得初戀 在什麼時候可以 什麼時候可以初戀 什麼時候可以初戀 我覺得高中就可以了吧 15歲 15歲的時候 16歲 16歲 為什麼是16歲 就是高一的時候最適合就是那種 嘗試初戀感覺 感覺對了就可以 感覺對了 如果國小感覺對了 你也覺得可以 可以 那你呢 也是感覺對了就可以 也是感覺對了可以 幾歲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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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小朋友都是幾歲都可以 對 那妳的初戀是在什麼時候 我沒有敲過長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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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這麼肯定是16歲 因為我的初戀占16歲 那現在 妳還跟妳的初戀在一起嗎 沒有 沒有在一起 是什麼原因 讓你們分開了呢 我笨笨的 是因為她說妳笨嗎 還是 是我的問題 是妳的問題 好 了解 她很棒耶 她會先說是自己的問題 那妳還會想要在高中的時候 交男朋友嗎 我現在不敢 為什麼不敢 因為我可能又傷害到別人 妳 妳不會傷害到別人 妳沒有抱著傷害別人的心態 就不會傷害到別人 好不好 好 妳不要哭啦 幹嘛哭啦 又沒有人欺負妳 想到了 想到了 我覺得很難 不一定耶 看她是不是好了 不行 不行 很難 不一定吧 我覺得 不一定 怎麼說 怎麼說 有可能就是覺得 工作或是 時間 對 要刻意 她意思是說可能是 小子綸 妳現在幾歲啊 16 沒有在工作嗎 沒有 她剛剛說 可能是工作或是時間吧 為了她在工作的 妳知不知道 很懂 她看過很多 對 我覺得 有機會是可以的 她很正面 那妳現在有交女朋友了嗎 有 有 那妳有想要跟她走到最後嗎 當然 那你們在一起多久了 昨天剛買一百天 希望你們可以有更多的一百天 好不好 謝謝你 謝謝 這樣訪問下來 我覺得她們都很真性情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在 不管妳做什麼 妳要把妳的真的感情去 去做每一件事情 然後 我發現她們 其實都很享受在她們現在的這個高中的生活裡面 然後 對彼此都是 同學的默契啊 跟她們的感情都很好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但我覺得很棒是因為就是 別人 妳會因為別人去改變 然後 妳會去更珍惜別人對妳的愛 跟妳對別人的愛 對 我覺得今天這個訪問也不錯 然後也讓高中生知道 愛情是什麼 是 謝謝K你 謝謝你 謝謝Masha 今天的新聞多連發有文慧如KarenCC還有蕭秉智以及趙傳大哥還有張信澤大哥一起看一下 QQ 加油 國慧如KarenCC攜手舉辦音樂會現場打秀台語 但怎麼一秒就變廣東話呢 大家好 我覺得以後 這是廣東話 不是… 大家好… 不是你好… 我記得 大家好 對… 因為我一直記得用這個打 然後後面就不記得了 大家好 除了大家好之外呢 CC會不會 吃飯 我這麼漂亮 吃肉 我這麼漂亮 我這麼漂亮 我很美 我很美 什麼漂亮是美嗎 就是美的意思 我這麼漂亮 被問到學台語歌 哪句最難 他是這樣說的 對我來說應該是後面那個什麼 我每天都騎幾百天還是什麼的 幾百遍還是什麼的 幾了百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 聽起來有點怪怪的 真的聽起來有點怪的 我要用唱的 才感覺比較標準 你有不過就只有我送你 唱平日出席 飛越不可飛 你不可音樂機 演唱動人的經典歌曲 好,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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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我會隨意的 怎麼樣 牽手 什麼時候 好 形容不斷牽人家的手 出道三十年的歌手趙城 終於要首次 踏入台北小巨蛋開場 擁有滄桑嗓音的他 經典歌曲純唱不頓 沒想到當場被交歌魁爆了 你願意開個進口 唱個進去讓我們感受一下 那必須 太好了 三十年如一日的歌聲 當然 當然要唱哪一首 我們帶來一首叮噹的 我是一隻小小鳥好不好 那個歌好 我是一隻小小小小狼 小小飛也飛 卻飛也飛不高 我把演唱會像當一張專輯在做 當中當然就是 挑了很多大家過去 大家對我最熟悉那些經典的作品 在演唱會當中 可能我們也會在這個 某些歌曲裡面 會加了一些唱跳的 這樣子的歌在裡面 給人鐵漢柔情影像的招傳 在記者會看見女兒的加油影片 也忍不住落下淚藍 而為了出道三十年的演唱會 不知道會不會邀請嘉賓呢 我們當然現在傾向是邀請嘉賓 然後當然都還在洽談當中 希望是給大家感覺很特別的優佳 這一句讓我聽到你們 來 來 請歌王子張信哲二度公彈 舉辦未來式演唱會 一開場就用一連串經典歌曲打頭針 我再也不願見你在深夜裡賣醉 不願別的男人見識你的嫵媚 你知道這樣會讓我心碎 答應我你從此不在深夜裡徘徊 不要欺負嘗試放鬆的滋味 要欺負嘯試放鬆的失誡 你知道這樣會讓我心碎 我知道這樣會讓我有心碎 最捨得我 這次張信哲要透過演唱會 傳達音樂理念 精心挑選歌單 讓陳昌也跟著一起打合唱 會睡著興奄 把你帶回我的身旁 會睡著興奄 帶回我的身上 帶回我的身旁 1 2 3 等一下我們會播狼人殺搶錢看 這個人 現在他 哇 高玩起來了 我現在當好人都沒有人相信我 真的 你竟然敢跳女巫我傻眼 不是啊 因為那個局面 你不覺得就是要跳女巫嗎 而且你跳重點是你也 大家也都信 因為你根本也沒有說你救了誰 我沒有 對啊 你只是說昨天晚上我讀10號 我讀10號啊 因為我想不出來我要說我跳賽 整齡球傻眼 那一集真的滿好看的 謝謝 真的厲害 我以後要好好防備你一下 明天要播的就是阿烏狼人殺 然後等一下播的MV是 黃明志的不想放開 我們來看一下狼人殺精采想先看 這一集 跳聲露音女巫打的比較狀態比較隱藏一點的 我覺得是2 3 那如果這一輪要票的話 2 3選一個啦 我覺得這兩個人感覺 就算不是 不是狼 也只是普通的平民 實一實沒關係 喂 我可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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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是女巫 但是昨天晚上死掉是9號 我覺得她在幫我擋到 所以我 剛剛其實也沒有想讀她 但我覺得應該 她應該是在幫我擋 所以我剛剛沒有講 至少 剛剛死掉是9號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知道 但是我覺得她應該是在平民在擋到 我才是真的女巫 謝謝